纽约市区车水马龙主要干到长长水泄不通 许多民众贪图方便 无视交通后置 穿越马路 乱象丛生 但纽约市议会不仅为加强执法 还在9月通过法案取消穿越马路的法则 理由是执法过程并不公平 纽约市议员炮轰交通执法充满种族偏见 事实上纽约市在1958年就制定行人穿越马路相关法规 违规最高可罚250美元 约新台币8000元 如今取消罚则也引起社会哗然 有网友认为取消穿越马路法则等于变相鼓励违法 也有网友讽刺这是变相的种族歧视 如果都是白人收到罚单 市议会就不会特地修法 过去加州为了减轻监狱负荷量 立法降低投窃刑罚引发争议 没想到现在纽约为了解决种族歧视 取消违规传越马路法则 也让外界质疑这种治标不治本的做法 恐怕无助于改善问题 散立新闻卢瑞宏报道